今天黃子嬌爆出性騷擾事件 19日他也直播 向該名女性道歉 所以又更爆出多位大咖藝人的醜聞 引人注意的是直播後 黃子嬌就大消失 也取消本來要主持的記者會 根據報導指出 當時他在房間裡自餐 被老婆夢想如發現後 趕緊送醫 到大醫院時 他全身充滿酒味 身上還有許多自殘的傷痕 索性目前並無大礙 而夢想如當時在醫院外 接受媒體訪問時 淚崩表示我們是一家人 會一起面對這次的事件 事實上在2019年 他就曾面臨最親近的人親生 而對象就是他的弟弟 後來他為了懷念弟弟 並在手上刺親 希望能夠一直記得他的生日 如今卻又遇到老公發生這樣的事情 讓不少粉絲都相當擔心他的狀況 並紛紛湧入社群聽他叫打氣 他叫打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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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